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新闻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我们要带来三条令人瞩目的新闻 首先 英国国家犯罪局关闭了一个名为Russian Combs的犯罪平台 这个平台被用来进行电话诈骗 全球受害者数量超过17万人 该平台在2021年至2024年监控拨打了超过130万通电话 影响了全球107个国家 三名相关嫌疑人已被逮捕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沙特阿拉伯的主权公共投资基金PIF 与中国六大顶级金融机构签署了总额达5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 这些协议旨在促进两国之间的资本流动 并支持PIF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机构合作伙伴关系 最后 美国股市期货权限下跌 到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期货下跌1% 这主要是因为英特尔报告了不佳的业绩 并预计未来销售将下降 同时 亚马逊的股价也下跌了8% 因为它下调了销售预期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BBC报道 英国国家犯罪局NCA关闭了一个名为俄罗斯Cons的平台 该平台被犯罪分子用来冒充银行或电信公司的来电 以盗取全球数千人的钱财和个人信息 NCA表示 从2021年至2024年 俄罗斯Cons用户共拨打了130多万字电话 涉及50万个独特的英国电话号码 约17万人成为受害者 平均损失超过9400英镑 该平台不仅在英国 还在全球107个国家进行诈骗 犯罪分子通过冒充银行号码 说服受害者转账 或冒充公司骗取货款 NCA逮捕了三人 并表示 诈骗现在占英格兰和威尔士个人犯罪的40% 其中80%以上是技术驱动的 南华早报报道 沙特阿拉伯的主权财富基金 公共投资基金PIF 与中国六大金融机构 签署了总额达5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 旨在加强两国之间的金融和商业联系 协议涉及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 尽管协议细节未透露 但目的是促进两国之间的双向资本流动 PIF还计划在北京设立新办公室 并与中国太阳能制造巨头 金科能源和TCL中环新能源技术公司 以及风力发电机制造商远景能源建立合资企业 以推动沙特在可再生能源技术领域的本地化 雅虎美国报道 美国股市期货在周五全面下跌 因芯片制造商英特尔的爆炸性财报 加剧了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担忧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期货下跌约1% 标准普尔500期货下跌1.1% 纳斯达克100期货下跌1.8% 英特尔和亚马逊的糟糕财报令市场承压 英特尔宣布将裁员并暂停派息 股价在盘前交易中大跌20%以上 亚马逊股价也因销售指引低于预期下跌8%以上 投资者关注即将发布的月度就业报告 预计非农就业人数将增加17.5万 失业率保持在4.1% 英特尔CEO帕特·基尔辛格在接受雅虎财经采访时表示 公司正在进行自40年前内存微处理器决策以来 最大的一次重组 南华早报报道 马来西亚刚刚推出了其首款本土电动汽车EMOS 7 但分析师预计它将面临来自中国大量电动汽车的激烈竞争 由于美国和欧盟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关税 中国制造商将目光转向了东南亚这个价值1000亿美元的市场 马来西亚国家汽车制造商Proton推出的EMOS 7 被认为是专门为马来西亚市场设计的 并非重新贴牌的吉利SUV型号 马来西亚2023年电动汽车需求激增 增长近290% 达到10159辆 随着中国电动汽车进军东南亚市场 泰国的消费者因价格大幅折扣而感到不满 马来西亚的现行法规可能会避免类似问题 根据南华早报 香港7月的房屋销售连续第三个月下降 比上月下降了3.5% 尽管开发商提供折扣 但供应过剩使得购房者仍然观望 7月私营市场共成交3723套新建和已入住的房屋 较6月的3856套下降 虽然交易价值上升3.4%至356.7亿港元 但市场情绪依然低迷 预计未来3-4年内香港将有多达109,000套新公寓涌入市场 政府取消印花税后 3月和4月的房屋销售有所上升 但随后在5月和6月大幅下滑 高利率抑制了购房需求 尽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预测的利率下降 可能会对市场产生积极影响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 库克对中国市场的长期前景表示乐观 尽管第二季度销售下降 南华早报报道 苹果在大中华区的收入在6月季度下降了6.5% 达到147.3亿美元 库克表示 超过一半的下降是由于外汇波动 实际市场下降不到3% 尽管如此 大中华区仍是苹果唯一销售下降的市场 库克在与分析师的电话会议中 表达了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并指出 中国市场在2024年上半年有所改善 苹果在该季度 进行了罕见的大幅折扣促销 但iPhone在全球最大手机市场中的排名 跌出前五 库克表示 苹果正在积极与中国和欧盟的监管机构合作 计划将其人工智能功能引入这些地区 尽管如此 苹果智能的Beta版本 在新发布的iOS18.1中排除了中国 这给苹果在这一重要市场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BBC 设定在英国高金融界的Industry 是一部充满冷酷和娱乐性的剧集 被称为Z世代的继承之战 这部剧讲述了在伦敦 Peerpoint投资银行工作的年轻专业人士的故事 揭示了商业世界的残酷竞争和道德困境 剧中的角色 无论在职业上还是个人生活中都充满了背叛和操纵 但观众却被他们的复杂性和情感创伤所吸引 在最新一季中 剧集探讨了环保主义和金融利益的冲突 Kate Harrington饰演的Henry Mark 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尽管剧中充满了性、毒品和交易 但也不乏真情流露 尤其是Yasmine和Robert之间的情感纠葛 纽约时报 美联储官员在本周的会议上没有降低利率 因为他们希望看到更多的数据来确认通胀确实受控 然而 这种谨慎的态度在劳动力市场上可能带来风险 高利率通过降低经济需求来抑制通胀 但也可能导致就业市场的放缓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表示 他们密切关注劳动力市场的状况 准备在必要时迅速采取行动 尽管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份降息 但如果就业市场出现显著降温 降息的步伐可能会加快 纽约时报 劳工部将于周五发布最新的就业报告 这份报告将被美联储密切关注 以寻找经济降温的迹象 预计7月份美国雇主将增加17.5万个工作岗位 尽管这是一个健康的数字 但比6月份的20.6万个有所下降 经济学家和美联储官员 将特别关注失业率和工资增长的数据 尽管美联储在本周的会议上 维持基准利率不变 但他们暗示 在9月的会议上可能会考虑降息 随着就业市场的放缓 政策制定者正在仔细审视劳动力市场数据 以防止等得太久 而导致经济过度放缓 CNN报道 美国人每天通过CELL等支付应用程序 迅速转账数十亿美元 用于支付保姆费或分摊餐厅账单等各种用途 然而 这些支付平台的便捷性 也使其成为骗子的目标 2023年 消费者在支付应用程序上报告损失了2.1亿美元 比两年前增长了62% 银行转账或支付欺诈损失 在此期间 激增了近150% 达到19亿美元 然而 消费者往往难以追回被骗的钱 根据最近的参议院调查 大银行尤其很少会赔偿受骗的客户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 国会的民主党人正在引入新立法 试图通过关闭现有法律中的漏洞 来打击支付诈骗 这些法案由众议员马克欣 沃特斯和参议员理查德 布鲁门萨尔及伊丽莎白沃伦提出 将保护在Zell Vanmo和其他平台上被骗的消费者 尽管面临银行业的潜在反对 和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的不确定前景 支持者希望这项立法能获得两党支持 Al Jazeera报道 由于对美国经济的担忧和日元走强 日本股市大幅下跌 基准的日经225指数 中午收盘下跌5.81%或2216.63点 至35909.70点 这是历史上第二大点数跌幅 也是自2020年3月疫情开始以来 最大的百分比跌幅 更广泛的东正指数下跌了6.14%或166.09点 至2537.60点 阿威康斯莫证券公司表示 美国和欧洲指数下跌后 股市下跌的连锁反应未能停止 东京大部分股票从周五早盘开始遭遇抛售 前一天也大幅下跌 华尔街的三大指数均大幅收低 弱于预期的制造业数据 引发了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 其中科技股集中的奈斯达克指数跌幅最大 达2.3% 大和证券表示 纽约股市下跌后 日本央行加息以及日元进一步升值 市场情绪迅速降温 由于日本央行的加息决定和美联储暗示 可能在9月降息日元走强 美元对日元汇率从纽约的149.66 降至149.24 低于日本央行政策决定前的约152日元 金融时报报道 Rothschild & Co.资产管理公司 推出了一系列投资于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的基金中基金 旨在吸引投资者购买其低成本产品 该公司将于下周 推出三支法国注册的基金 分别命名为 Republican Colorado Selection ETF Balanced Republican Colorado Selection ETF Moderate 和Republican Colorado Selection ETF Dynamic 这些基金的年费分别为1.3% 1.45%和1.6% 包括管理基金本身的费用和投资基金的间接费用 以及运营成本 每支基金将通过投资不同水平的股票 债券和货币市场 ETF来寻求超越不同的MSEI指数 同时努力不超过某些波动水平 Rothschild & Co.表示 该策略已获得监管批准 将向所有类型的法国客户提供 尽管法国的基金中基金总体上 管理着690亿欧元的资产 但这些产品的费用仍然很高 平均年费为1.98% Morningstar的固定收益评级主管 Mora Dabrescu表示 Rothschild & Co.的新系列产品成本较低 但并非低成本 其直接管理费仍然相当高 尽管如此 Rothschild & Co.的新系列基金 因其较低的总年费 对法国散户投资者来说 可能理论上非常有趣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 在今年前7个月的土地购买量 减少了38% 总额为4307亿元人民币 约合59.6亿美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 有所下降 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报告 国有企业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主要由于他们更容易获得融资 福建省厦门市的国有开发商建发集团 在此期间花费了27.9亿元 用于土地收购 成为最大买家 分析师认为 国有企业在房地产市场中更具优势 不仅因为融资渠道顺畅 还因为品牌认知度强 使其在市场波动期间更具韧性 然而 尽管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支持开发商 并提振购房者信心 新房价格在6月份连续第13个月下跌 环比下降0.7% 分析师指出 未来土地交易趋势的逆转 将取决于整体房地产市场环境的改善 金融时报指出 半导体行业的股票波动性急剧上升 并且最近一些公司发布了糟糕的季度业绩 仅在昨天 RN和高通的股价分别下跌了16%和15% 因为他们的第三季度展望 暗示移动设备市场仅在原地踏步 英特尔预计第三季度将亏损 并宣布削减股息和数千个工作岗位 其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下跌了19% 尽管自2022年底以来 半导体股票一直表现强劲 但目前的市场情况令人担忧 分析师指出 尽管AI热潮为部分公司带来了增长 但整个行业的周期性波动 使得股票估值难以解读 尽管如此 长期来看 半导体行业仍然有望继续增长 因为全球经济对归的依赖度在增加 日经亚洲报道 泰国和越南这两个主要稻米出口国 正在争夺菲律宾市场的份额 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菲律宾稻米产量下降 马尼拉被迫增加进口并削减关税 以平抑国内价格 菲律宾今年预计将进口多达410万吨稻米 高于去年的320万吨 越南和泰国都在积极争取菲律宾的订单 越南在今年上半年向菲律宾出口了320万吨稻米 同比增长11% 与此同时 泰国在今年上半年向菲律宾出口了30万吨稻米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88% 尽管越南一直是菲律宾的传统供应商 但泰国的竞争力也在增加 特别是由于泰铢贬值 使得泰国稻米在价格上更具竞争力 分析师认为 未来越南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 需要更加积极地争取市场份额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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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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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